近日天气干燥,许多民众扫墓或整地耕作不顺引发火灾,高雄内门山区竹林分布甚广,越于来发生十几起山林火灾,消防人力有限,三十几名一销人员担任重要帮手,适逢观音佛祖绕境盛世,许多人镇头操演到一半被叫去打火,宋江镇的侠义精神表露无遗。 内门全区人口一万四千余人,全境山多平原少,陡峭山区栽种不少经济作物次竹,居民砍发后制成竹篓装载香蕉,凤梨或编织竹篮竹椅与竹桌等竹边家具。 农历春节过后,内门南龙山308高地等地共发生十几起山林火灾,起因与扫墓不慎,整地耕作或匪器物燃烧等,全发生在竹林密布的陡峭山区,风势柱掌下燃烧迅速,索性紧一销人员全力救火才未发生重大灾情。 内门分队长陈显心指出,消防分队每日上班人数仅五至六人,山火通常发生在傍晚至少四五小时才能扑灭,索性在地居民加入一销行列,他们熟悉山市走向与住家分布,可快速开辟防火向与截断火路,一通电话就来,精神可嘉。 内门即将举办营佛组绕境盛市,许多一销人员本身就是镇头成员,有时操演一半接到球员电话,立即要整装上山灭火。 内门一销分队长陈永成加入一销十九年,常常不缺席,他说竹林起火点常在交通不便之处,消防人员需一具风向开辟火路,这是自己欢喜的事,不辛苦。 内门一销弟兄三十几人,近日忙碌不已,记者徐白银翻社分享,农历年后,内门山区已发生十余刺火井,记者徐白银翻社分享,内门山区种植大面积刺竹,若有火灾发生蔓延快速,记者徐白银翻社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